就是有一点香菇的味道 然后目前我是Ombanch 就是常常是华庆祖的魅力 口感还蛮新奇的 哇好好吃 香菇好可爱 就是如果有她在的话 我夫妇吃一碗饭 这种汤味粉蛋 这种是属于那种回避性的一样 今天第一次被外国人剪头 我自从开始剪汁以后 就是每天早上会起床打豆浆 然后我用的豆浆机 其实是我之前我妈 从国内人肉带过来的 是那个旧洋液自清洗 那种棉洗豆浆机 然后不知道 在英国好像有可以买到豆浆机 然后就是Amazon上前就有 我自从实施了这个新的大业以来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可以 根据自己当天的喜好 比方说我最近就是姨妈快来的 然后就是肚子每天都会有点 脆脆痛痛的 然后就在豆浆里面 多加一点黄枣啊 然后加一点姜黄 这种就是抗炎 然后帮助就是止痛的东西 然后今天早上打算打一个 黄豆、绿豆、红枣、姜黄豆浆 然后我这些黄豆、绿豆 我觉得都是Amazon上买的 Amazon现在就是很方便 基本上东西都有 而且我觉得价格跟中超比起来 有时候还比较便宜 差不多乘一个25克左右的豆浆 因为我会打800毫升 加一点枸杞 然后大早的话 然后量不要太低 然后我一般就加个两颗这样 然后还有我的姜黄、肉桂、黑胡椒 这些其实就随便加 我基本上是加一小汤匙这样 最后再加一点黑胡椒 它们说黑胡椒好像就是跟姜黄一起搭配的荷 效果比较好 然后顺便再加一点我妈妈给我寄的什么 灵芝豹子粉 因为我的肺不太好 然后我妈说这个东西就是食补 然后说对肺比较好 然后我稍微加加一点筋豆浆 不然的话这一盆我真的没有办法吃 它是那种就是有一点香菇的味道 但是又没有很入味 然后你把它放进奶昔里面打也会很奇怪 然后就是 就是会有一种菇类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就最近自从我开始做豆浆的时候 这个真的就是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然后我一般就是蒸汽豆浆 然后打 800毫升 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喝两顿 然后就喝一天这样 800毫升蒸汽豆浆 然后我吃饭 然后那食谱还说要就是每天还要冲蛋白粉 然后我就是买了给他们家的 然后这个是strawberry cream 这个口味是我觉得就是最好接受 然后我回来就在某一次冲动消费的时候 我一口气买了5公斤 然后就是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消耗 然后现在结果就是自从我开始了这个新的饮食法之后 这个蛋白粉超级好消耗 差不多就是两周一公斤的样子 我觉得很快就能把这5公斤解决了呢 可以买新的大白粉 女人的消费欲哦真简直 一勺 然后我最近还有买很多有的美的 这个就是叫什么 羽衣甘蓝粉 然后 阿塞berry berry 阿塞berry 阿塞berry 就是巴西美粉 这样这种东西我以为就是溶于水 我觉得这个阿塞berry还好 就是白奶昔的话味道不奇怪 但是这个实在是太上蔬菜了 所以它拌奶昔的味道非常诡异 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也是就是现在因为就是这个饮食法之后 可以帮我消耗掉这些粉 我觉得就是很棒 然后最后我还有买一点那种卡卡卡的 其实我后来还有买一些Bitru 我等一下把这一轮先喝完了之后再加 然后这个我先去随意加 然后这是我第一部分的早餐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的豆浆 豆浆好之后就是喝一碗豆浆 就是我的早餐 豆浆打好了 这个超级香 它这个颜色有点像咖啡 但是就是满满的红枣香 今天就是我work from home的一天 就是我最近不是换了新工作嘛 然后目前我是own bench 就是你知道 审计从来没有过什么叫own bench 这种概念 然后consulting就是有活你才干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我目前没有活 然后我最近在帮其中一个partner做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BD 我们公司是新加入英国市场的公司 所以就是需要去social啊 去networking 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客户 然后目前就是在帮他gathering 这些比较出名的公司的一些profile 一些就是director啊 或者是financial controller之类的一些人的细节之类的 所以就是我最近一周都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也蛮无聊的说实话 但是就很flexible 就是没有人会管理 就是 dare it's a chill 就是你能做到所有的小家 现在时间是11点43 然后开始准备今天的午餐 然后我之前买了一颗去大的鱼衣甘蓝 不是紫甘蓝 大家知道就是紫甘蓝这种东西 你买一颗之后可以吃很久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琢磨要如何去吃这个紫甘蓝 然后我准备做一个凉拌菜 主要用到的食材就是紫甘蓝 然后我还有准备一些木耳啦 然后因为其实减脂漆很适合吃木耳这种东西 因为它是水溶性 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你排便 其实是发现我之前就是因为减脂 然后可能吃的蔬菜量过大 所以我有便秘的情况 然后后来我就是在饮食中加了一点那种木耳什么的 然后就发现就是顺畅非常多 然后还有西兰花 准备一会把西兰花稍微水煮一煮 就是也做凉拌的一部分 它英国的紫甘蓝真的很便宜 这一颗才90批 吃个一半差不多吧 我觉得我最多吃半颗了 一天 就是我一天的蔬菜量 满满一份 水已经瞬间变蓝了 我的天 然后这个我的案板也蓝了 这是传说是花青醋的美妙 然后加点盐 泡一下 其实这么多资料 我也会怕 然后莫尔的话其实没有很多 这么多 其实可以泡发一大碗 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吃了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Soya Chunk 就是那个Holaberry他们家的那种 就是大豆蛋白 然后就是吃起来很像那种面筋的口感 那应该就是面筋 那这个还尽量stray for two 然后我一口去混了三包 然后就是拿开水泡发之后 那口感超级好吃 就是啾啾的 尤其是你在国外缠面筋的时候 就是 素肉有没有 就 真的很好吃 然后这个我一般就是看着夹 大概夹个一把左右 然后我之前从国内转用了非常多菇类 然后现在我想要把这个 什么 鹿绒猪给吃完 然后就把就是也泡进去 其实菇无所谓啦 就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 什么类型的菇 然后这个鹿绒菇 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一种菇类 然后就是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贵 我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这是我最近吃到过一个 我觉得口感还蛮新奇的菇 这是一大碗要泡发的干货 让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我吃一天的量 所以就是两顿 所以其实还好 而且它这个泡的还挺快的 就是一下就泡开了 再放一点不一样的蔬菜 不然的话整个 整个太紫了 太紫了 然后这个可以焯一下水 满满一锅的西兰花 然后放两颗蛋进去 然后这边是我在中厂买的豆腐 这块快过期了所以得先吃 然后差不多切一半 等一下半块明天吃 这样粘的是600克多 哇豆腐质感我很喜欢 放进去一起煮 那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素的一锅 西兰花豆腐和鸡蛋 但其实一会儿两拌起来 应该会非常好吃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锅 应该就算是已经泡好了 而且它非常的小 一洗一下把这个也加到锅里面去 这个真的很像乌婆汤 就是蓝色的水 我刚才是蓝 明不虚传 把砂锅清在底下拿上布袋 洗一下 好 现在我的锅里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些东西不怎么需要煮 然后现在我水煮滚了 基本上就把它盛出来了 它很香耶 作为一个蔬菜汤 出来就是这样子满满的一盆蔬菜沙拉 然后调料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 我一般就是会放一点酱油 然后一点醋 然后我们再带一盘 然后最后我要隆重介绍 我一直离不开的蘸料 就是这个麻辣蘸水 这个蘸水真的很好吃 加什么都很好吃 然后再加入刚才大好的蒜末 怎么会不好吃 这一份拌菜 再来一点灵魂香菜 给的小盖子一盖 哇 哇 这盆好香 这盆不好吃你来打我 真的好香啊 我的天 尤其是香菜党狂喜 这感觉好好吃啊 哇 但这个真的很香 这个菇太好吃了 我还是买菇的 都买那种肉菇 嗯 怎么那么好吃 它是有一股深深的味道 等一下给我试一只水煮吧 真的是好吃的 就是那种酸酸 酸酸甜甜辣辣咸咸 哇 好好吃 鸡蛋有可能还没熟 感受一下 鸡蛋熟了 这个料汁里面加鸡蛋 你对我多好吃啊 我的天 哇 不夸张 真的很好吃 哇 现在吃晚上五点 然后就是继续吃我中午的拌菜 然后其实 现在剩的比中午还要多 就是底下其实全部都是那个紫甘蓝 然后上面就是 大概剩了一半中午煮的那些水煮菜啊 什么的 说实话 大家看我中午吃那么大一分 但其实我差不多四点钟左右就饿了 所以它其实没有到很管饱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啦 我差不多十一点 十二点左右吃的嘛 四点钟才差不多可以管五个小时 然后就 还可以 就是抗饥饿的程度 然后它很好吃 然后我最近在看这个 金字塔游戏 就里面的演员都是那种不出名的小演员 它其实是讲阶级斗争 但是是披着校园霸凌的外衣的阶级斗争的故事 我觉得剧本写得很好 大家可以有空去追一下 它里面没有什么大牌 那是超精彩的牌的 这蘑菇太好吃了 八百豪生蒸汽豆浆已启动 你哪来吃饭 Rocky啊 不吃饭啊 好 吃饭啦 我没吃得着 牡蜂が吃得很严慌 好,现在就是我朋友把他们家的哥哥 现在到家了,我现在就是要把早上打的豆浆喝完 然后剪一会儿视频 前一阵子因为就是接下来视频你们会看到就是我之前出过一个小型的车祸 就是脸着地,然后摔进了一个路边坑 然后我当时是可能赶着回家,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意识要看路况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刹车又有一点不是很零 然后反正就整个车就载进去了 又是因为车轮胎比较小 所以那个坑很深的情况之下,那个轮胎滚不过去 就是我整个人飞出去然后脸着地 然后现在其实脸这边还有一块包肿在里面 就是它现在浴槿已经消掉了 但是我这边还是能摸到一个肿块在里面 但是anyway就是 所以之前断根也是因为就是要养伤 当然就有点借口的成分在了 Rocky 我们两个休息一下,让我自己玩一会好不好 她两个好可爱 她两个好可爱 小情侣吼 天宫 天宫 天宫你怎么了 打开玩意 快12点 然后今天想做一个简单一点的 替红柿鸡蛋豆腐虾啊О Seb 家里面随便有什么 然后就随便往里放好了 盖子会用到半块 然后现在我就是剪纸会挑选比较 Firm一点的豆腐 我以前会比较喜欢这种捐豆腐嫩豆腐 那种豆腐的话 蛋白质可能有点低 大虾 这其实应该是两份 就是可能外国人是两份 但是我就剪纸就多吃一点这种蛋白质 超喜欢吃番茄 然后这个豆腐可以再弄辣一点 大家不要看这个汤长得不怎么好看 但是很好喝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喝那种西红柿鸡蛋汤 就是我小时候读初的时候 就是小时候学校里吃食堂 你们的西红柿鸡蛋汤 是我 不是说每次都会点 但是就是如果有它在的话 我可以多吃一碗饭 那种汤的存在 看一下时间 是不是很厉害 12点13分 15分钟就可以吃上饭了 超级快手 最近伦敦天气真的是超奇怪 就是大家看明明明是大晴天有没有 但是觉得超级冷 然后今天早上好像只有5度 然后风超级大 我觉得真的伦敦真的是 现在都已经快4月份了 还这么冷 我感觉我再过个两年 可能会想要去搬去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生活 就是伦敦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受够了 这个天气 就是看我现在这个新公司 我发展到什么什么程度 我觉得 其实我挺想就是搬去美国发展个两年 如果我的公司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因为前一阵子 我听公司的CEO在讲话 然后说他们在考虑就是做这种 挑杠的这种规划 所以有可能过两年我实在受不了英国的天气 就可能想要去搬去加州那边 住一段时间 嗯 哇超级好喝 西红柿汤甜甜的 然后我里面只加了盐 然后里面没有油 就这样 超好喝 吃完鸡鸡剪片子 吃一个雪饼 就是 每天20%的就是垃圾食品都抽它 然后我会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 我 自从出了国以后 就对这种童年零食 非常的着迷 然后就很喜欢吃这种什么 鲜贝啊 雪饼啊 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 欲罢不拧 怎么会有比雪饼更好吃的东西 我刚刚昨天睡了个午觉 然后我把它看一下快乐日了 现在已经六点然后天就是阳光还越来普遮 然后天就是阳光还越来普遮 剪完 但是我的电脑啊 现在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用剪映在剪视频 因为之前我用Final Card Pro 我觉得 没有很好用 因为剪映没有很多它自带的一些特效什么的 就很方便使用 然后Final Card Pro你需要下很多很多插件 我觉得很麻烦 然后我觉得 用剪映就很方便 但是问题在于剪映跟 Mapbook 是不适配的 所以就 剪起来非常慢 我现在想说那我得重新把Final Card Pro给拾起来 就是剪视频的话会方便很多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用回Final Card Pro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啊 这个真的很不好用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半左右 然后应该是要做晚饭啦 但是我觉得中午那顿饭吃的特别饱 所以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想要去再做晚饭 所以晚上可能就会喝一杯蛋白饮料 就是保证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就是 现在我就是慢慢学习一些营养知识 然后就发现说 如果你要减脂的话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 蛋白质摄入是充足的 这样子你才不会掉肌肉 然后再加我的 Kale和Acai Berry Powd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种 韩国的什么剪纸博主 然后是什么 Dia Vlog 然后什么 Dia Diary 这些这种东西 然后就都不录脸 发现就是 相机本身 它那个就是指甲它的高度有限 所以现在我如果要录脸的话 我一定要就是弯下腰来这样说话 发现 就是不录脸比较容易 我以前有觉得录脸是叫很痛苦的事情吗 因为我肯定长高了 不可能 然后晚上就不喝可可粉了 因为他们说可可粉里有咖啡因 然后就是喝多了会睡不着 干杯 我如果要录脸的话 我得离镜头 超级远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 蛋白色奶昔真的很有饱腹感 晚餐结束 为了防止我想吃东西 我会立刻来刷牙 你看 你看 Lucky玩手哟 Lucky 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半 我终于剪完了这支视频 我以为这支视频只有20分钟 应该剪起来非常快 因为其实昨天我已经 把初剪都剪完了 今天我说我只需要加特效 加一些就是B-roll就可以了 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剪印在我这边 变得特别特别慢 就是我做任何一针 都需要等非常久 它才能反应的过来 我今天其实一直走到 一直都很没有效率 在等它 把这个事情给跑完 所以我真的是需要 换一台新电脑了吗 我朋友要做那个 架生意我的天 这装备 技术还是要再练一练 我手架装的好快 现在一周要剪一次 是吗 我指甲最健康 你看就是 特别标准的那种指甲 我明天去剪头发 你这又剪指甲又剪头 是不是要剪男人 没有 什么什么剪男人 全套全套都做齐了 干啥 哪有男人 但是剪了7公斤 确实不见个男人 都要对不起这体重 不能白剪 咱们就是做的 你觉得我们10点钟之前 怎么能做完 可以的 我做的挺快的 两个小时应该差不多 一天只能做一双双 我两个小时应该能做完 我就经常把硬质刷到说 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男嘉宾 推不出来了 因为你可以 你可以在硬质里面 选择你的那种 deal breaker嘛 就比方说我只想要找 亚洲男性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 家人种 喜欢不起来 我懂 就是 就包括那喜欢白人什么的 我觉得就还好 可能我在这儿太久了 我觉得白人男孩 你就这样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白人就是看着帅 但是看着没感觉 就是无关长得好看 这跟你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物种的 感觉 是这种感觉 就是不是一个物种的感觉 就是看着好看 但是我觉得确实 还是有文化障碍 主要就是 我们的兴趣爱好不在一起 你会希望说两个人最起码 不是说完全聊得来 你起码能聊得来个50%左右吧 也是 我以为你跟 你说你俩天天聊天 聊到那种就是你觉得柏拉图恋爱好 好幸福 我是觉得他属于那种 回避性遗恋 很典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很会学习 他很会演 他就能够通过几次聊天之内 然后掌握你的那种就是 聊天风格兴趣爱好 他如果真的想要去攻克你的话 他就 他就能找到那个诡计 知道你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你觉得我往他们聊 嗯 我觉得有的男生是这样 就是他为了追到你 他就顺着你的意思 各种捧着你 嗯 然后就是真的咋地了 然后其实他可能性格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对 但是实际我觉得就是 如果真的看他本人的话 原来其实没什么共同点 嗯 你不是你觉得你跟他挺开心的吗 以前 是啊 因为你知道就是 两性关系有三个dimension 嗯 就是emotional intellectual 和sexual emotional 你们的情绪价值要匹配 嗯 然后你们的就是智力水平要匹配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的那个 就是心性能力要匹配嘛 嗯 就是这三项里面 你起码要满足两项 就是三项都满足的话 你会是一个很棒的 配合 搭配 对 如果三项里面你最起码也满足两项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可能 emotion上也是差一点 他没有办法提供你想要的情绪价值 好我现在刚下班 然后我在covent garden这边准备去剪头发 因为本来我说剪短发说可以留一整年不用剪很好 就觉得很很经济适用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诶我留这个短发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就想保留这个形状 然后发现就是如果你要保留这个形状 大概两三个月左右要修一次 然后这次是我在路上逛街的时候 其中一个理发师 他做promotion 他在招那种发膜 然后就说诶你的这个头发长度很适合我 当我们的发膜 因为他可能想要剪一种短发那种女性的短发 然后就问说啊你要不要来剪头发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被外国人剪头发 所以其实我有点担心 但是因为就是免费嘛 然后说头发而已 实在不行就再长一长了 所以就看一下今天第一次被外国人剪头发 会剪出什么样子的形状来 那是我每次挑战的挑战 因为我不能看到 所以我没有知道它看起来到最后的尾巴 所以它总是很惊讶 不好意思 到家啦 然后这就是那个发型最后的样子 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灯光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一开始想剪那个头发的最终造型 说实话 因为就是上一次他剪那个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两边头发没有削的很薄 所以显得有一点就是蓬蓬的 这次这个理发师就直接把就是这边就是头发削得很薄很薄 然后就有一点男孩子头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那种很干练的短发 其实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很不错耶 我觉得第一次被外国人剪头发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再长一段时间会看起来再会再更自然一点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成果是我喜欢的 是我满意的 而且我就发现你剪中短发的话你看不见发疯耶 就之前那个长短发的话就是中间会有一条那个中分的发疯 我觉得很困扰 然后现在就是等他之后你没有发疯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你发疯了很多 你们两个 哎呦好可爱啊 啾啾 啾啾 Rock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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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好可爱 Rocky每次他听不懂他就会掰一个头 啾啾 Rocky 啾啾 Rock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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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最可爱的小豆包 Rock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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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摸一下肚子 幫大家摸一下豆包的肚子 Rocky啊 Rocky啊 Rocky啊